我是一只狼 传说中的草原之王辨识在下 我是一只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帅狼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这只狗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自恋 谁来救救我 为什么会有这么自恋的狗 你只是一只狗啊 作为草原之王 当然是有很远大的理想的 我的理想就是征服全世界的地盘 无论是草原还是森林 甚至是海上都是我的目标 我今天就是为我的梦想而奋斗 综合能力训练 技巧往往都是在生死之间领悟的 受死吧 看我的狼爪攻击 双连击三连击 哈哈不愧是我 这只傻狗在这里干嘛 难不成是在自娱自乐 这种所谓的训练 怎么可能有用呢 差不多了 接下来要干嘛呢 对了 接下来是我带领小弟们的狩猎时间 这些小弟目光短浅的很 必须要给他们吃的才会跟我走 完死了 这不是废话吗 你难道还想空手套白狼 看起来你的小弟也不是很蠢 至少要比你这个大哥聪明的多 哈哈哈哈 小弟们今天我们要去前面的村庄略夺资源 吃了这些骨头我们再上路 别急人人有份 嗯差不多了 到处都是我的小弟们 这样的大哥当的柴上样啊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军灵天下的那一刻了 哦 军灵天下 这明明是大白天啊 怎么还开始说起梦话来了 难不成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还有时差 嗯 小弟们 出发 我们此次出战 必是大劫 看到了没有 这里有肥嫩的小猪 露出你的狼性吧 上呀 将他大劫八块 干得漂亮 就是这样 只要跟着大哥走 顿顿都有肉吃 大军出击 寸草不生 哈哈哈哈 哦 这只狗是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不会真的以为有几个小弟就是大哥了吧 不过我怎么会感觉有一种在看黑帮的感觉 难不成我被这只狗给童话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人类的村子 开始大肆破坏吧 眼前所见的一切 小羊羔 还有小猪猪 哈哈 甚至是这些村民 发动进攻 我们甚至可以抢了他们的房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住豪宅了 豪宅 他还知道豪宅这个东西 没看出来 还是一只有学问的狗呀 哦 哇 那边房子看起来好滑贵的感觉 莫不是地主家里 嘿 这里还有一个冒险者 不会发现我了吧 隐蔽隐蔽 暗中观察 迅速切换隐藏点 没有发现我 很好 那就先解决了这个人再说 吃我一只狼狼拳 啊 居然还想投击我 小弟们快上去打他 对 没错 就这样 狠狠地咬 哎 说你呢 在后面看戏呀 快点上去攻击他呀 没错 就是这样 该死 怎么一下来这么多狗 滚开 多狗滚开 可恶啊 小弟们 有人骂你们是狗 你们受得了吗 我是受不了 上去 狠狠地让他感受痛苦 痛みを感じろ 狗 漂亮大家伙 既然威胁者已经死亡 那么 现在是丰收的时间了 开城门 恶狼私咬 小羊羔们 乖乖成为我们的食物吧 嘿嘿 不爱 啊 这个真是太残忍了 好啦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播关注 支持一下作者哦 欢迎订阅 请订阅